这个国家打算用两万人征服中国,结果却被一老台帝国打趴下了,16世纪是西方国家的殖民辉煌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强大的殖民者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而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大帝国很多人都知道,跟西班牙差不多同时期的葡萄牙,荷兰都分别欺占了澳门,台湾, 后来的英法俄等更是屡屡侵略中国得意,澳也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是为何只有西班牙没有侵略中国其实对于中国西班牙人一开始就是有想法的,并不是没有侵略而是他们想侵略最终没有了机会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为他们的太显和殖民都带来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而西班牙在这一时期的强大,离不开一位特别的国王,他就是菲利普二世 他的身份很是特殊首先,他是西班牙国王,但是在16世纪80年代,他以葡萄牙国王的外甥这一身份成为了葡萄牙的兼任国王 并且凭借这一弱势被用两国之力组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舰队,无敌舰队,无敌舰队的称号可以说是非常自信 那但是西班牙的自信,并不是平白生出的,西班牙凭借这一舰队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第一海上强国 不仅如此,他还将势力强势扩张,到了亚洲征服了广阔而又遥远的菲律宾群岛 其殖民地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菲律宾群岛的特殊位置让西班牙殖民者远远看到了另外一个古老而又富庶的王国 中国这个想法,一经生成,就立马被殖民者确定下来 当时负责殖民活动的雷克尔,存就此时尚书西班牙国王趁征服中国,只需要不到60名西班牙勇士 他们认为征服中国这件事太过容易,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不会有太高的花费回报 却是非常的丰富可观的,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实惠之后,基于仅仅60名西班牙士兵的代价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殖民者所向直接派人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指示 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这样的殖民方式,并没有奏效16世纪末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殖民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侵略的野心 而是驾轻就熟的开始殖民前的准备工作这种事情,他们做的多了婴儿 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及沿海地区的海防,航道的考察进展的十分顺利直到1576年 殖民先驱方德,拿出了详细的殖民方案 首先这次殖民可以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需要大约6000人就可以轻易占领沿海重要的省份 下一步用沿海的港口舰队组成一个强大的殖民舰队,然后迅速征服全国 可以说这次的殖民方案,可谓面面俱到较为讽刺的是 它将原本的60人殖民团队换成了6000人 在此期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殖民首领及教会大拿环 曾经召开会议讨论的专门内容,就是如何征服中国 与会者还在会议结束后,签署了会议备忘录 上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此时的西班牙刚刚结束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作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方,西班牙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了控制其他势力的扩张 菲利普二世将希望寄托在了殖民中国上同强势扩张的西班牙帝国相比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当西班牙殖民者 为这次侵略做最后准备时 明朝皇帝仍在执罪金尼,中疯狂享乐之后 越是考察中国西班牙殖民者,越是自信 曾有一位殖民官员上书 给国王称中国的士兵比女人更没有勇气 他们很难被称之为武士而中国的可怕之处就是人数众多 所以在他们看来,征服中国人没有任何困难难的是如何统治并且对中国的征服 也逐渐提上了西班牙人的日程 为此菲律宾总督拉维·范雷斯就曾把中国沿海的地图完整的绘制下来成交给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 二是可以说,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份绘制精确的中国地图 为了保证殖民活动的充足兵力 这次的征华军队扩展到了一万两千名西班牙士兵 配备有必要的船只枪炮 并加五千名日本士兵最终集结了大约两万的兵力 由于葡萄牙人与中国多有接触 所以葡萄牙官员被委以重任在正式 开始清华之前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打算 他们要保证尽可能少的对中国造成损失 所以要采取尽量温和的手段去征服 而且他们不打算像其他殖民地那样杀戮或者倒卖中国人 而是将他们赶往人烟稀少的殖民地菲利普二世 甚至打算只是赶走明朝皇族 保留整个封县体制并且由自己做皇帝 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从西班牙来到亚洲的第一天 起他们其实就在打中国的主意了 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 从他们征服菲律宾的初期就开始了 按照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制 记录在嘉靖晚期的时候 西班牙的货币英阳 就已经在中国福建广东各省流通 今天西班牙的历史书记录 早期西班牙人的主要政策就是对华贸易 以华养非但不幸的是在1588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 远征英国失败损失惨重 清华计划顿时就被搁置了其后西班牙 虽然击败了英国 但是陆军却深陷战争泥潭 1595年菲律宾二世 去世他的继位者却整日沉迷享乐 布里国是30年后西班牙 丧失欧洲霸权在武力侵略至此 西班牙的清华战争计划正式破产了参考资料 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征服中国计划 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